律师可以讲 他做的事情是属于世间法 世间的法 法师所做的事情是属于出世间法 最重要的是出世间 而不是入世间 如果法师太重于钱 地位 色 那就跟世俗没有什么差别 那凡俗算了 对不对 做什么法师 不用做法师 你也是为了赚钱 一天到晚在拼钱 一面度众生 一面拼钱也有 那就是好像很多的现象就变成 大家都在争钱 争地盘 争钱 你的法师当然比较少说去什么 好像是说有什么外遇 但是问题是男的法师呢 男的法师啊 受不住诱惑 法师凡俗的蛮 蛮多的 真的 法师啊 当那法师啊 必求 必求你 凡俗的 多的很 然后当那我们上师的 也有很多凡俗的 上师也有凡俗的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跟着女生跑了 跟着女生跑了 然后我们也有这个上师啊 跟着女生跑了 但是他到最后 终于又把那个女生带回来出嫁 如果生了孩子就变成沙民了 这是好的 好的上师 我跟你跑 没错 凡俗了 但是我又把你度回来出家 你看 这个法师多了不起啊 你能够这样子做吗 你能够做得到你就凡俗啊 出了家本来是出世间 做出世间 那你出了家 你还在俗世里面在那边 这一天到晚啊 刮地 刮 收刮地址的钱财 收刮地址的钱财 一天到晚在做你的世俗的事情 那就不是法师做的事 也不是上师做的事 所以那个十六世大法王喀玛巴 他就讲 你看这个上师啊 很爱钱的 又很爱民的 又爱利 又爱钱 又在争地盘的 这一定是假的上师 不是我讲的 我讲的那就 那就没有什么话可说 你们可以说 师尊当然这样子讲 对不对 那不是我讲的啊 你又爱钱 又爱民 又爱利 又在争地盘 那你就干脆还数算啊 你当什么 当什么上师 当什么法师 你去做生意 不是更好吗 做生意赚钱 这个 民实相符啊 你做什么这个宗教师呢 对不对 做什么阿塞 当什么上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应该做的是属于出世间的法 法师是做出世间 的法